永春泉的弱点是他已经不合时宜 以及大部分席练者都不注重基本功 本人席练散打三年 擂台都打过 大学军训期间我们教官身高180 体重160斤 加传永春泉 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正翻上一个高台 双手轻轻一搭 身体就飘上来 那感觉像面对一只猛兽 别说下手 他的动作都让我胆战心惊 人未到气势已经到了 我的师父曾是湖南长沙 无级别拳王 给我的感觉是厚重 凶狠 而从教官身上 感到的是慵懒老虎的气息 在我看来 散打更注重一招一式的凶猛 逮住漏点穷追猛打 以及大开大河的进攻 灵活的移动 连摔带打 圆腿进拳贴身摔 静若厨子 动如风雷 而永春更注重稳扎稳打 连销带打 步步为营 南拳立于南方 横道狭窄 传板不稳 这些很多人说过了 我不再加以赘述 而现在 很少有适合永春发挥的环境了 当一门舞技 失去了适合发挥的环境 他的实战能力 也就逐步削减了 开始只是想讲讲 我心目中的永春拳 毕竟我十三四岁时 也曾有个武侠梦 也曾在被窝里 偷偷看过夜问电影 还是要讲一下 武学之路不易 不管是传统武术的朋友 还是搏击的兄弟 都请互相珍惜啊 城市自卫 最好的是摔跤和拳击 而且这两个项目 都注重身体对抗 即使发生矛盾 身体好的也不会吃亏 现在找好的永春拳老师 真的太难了 我们舞鞋 甚至没有练永春的 我们切成绳老师 并且是有什么 并且是 我们切成绳老师 并且是